這次我來到泰國曼谷 特別是拜訪Holes Kitchen 因為很想學煮泰國菜 記得不要走開 我們會為大家示範一個涼拌泰式的帶子 和一個泰式的辣椒醬 現在我身處的是在泰國曼谷的Holes Restaurant廚房 通常如果我們買了一塊雞扒回來煎香醉 加點醬汁和茄汁 就是一個好像吃西餐的食法 但既然來到泰國 不要錯失這個機會 我就想請泰國大廚教我一個泰式的醬汁 變成你吃雞扒的時候 完全吃到泰式的風味 究竟這個醬汁是怎樣煮的呢 我們有請我們的大廚 Excuse me, 沙瓦迪卡 Please 我這些是一些辣椒魚露 然後辣油 然後青檸汁 全部都是一斤一斤的 這個有少許味素 然後辣椒粉 新鮮辣椒 有新鮮辣椒 再來就是乾蔥 乾蔥 然後它用這個醬汁醃了這個帶子 又是另一種吃法 我們先做帶子 做帶子之後 我們再用這個方法來吃雞扒 這是南薑 這是蒜頭 檸檸檬葉 再加上這個是香茅 香茅原來切了它之後 是要把水裡面浸住 隨時可以拿出來用 OK 輕輕地攪拌它 先做了一個是海鮮帶子的做法 海鮮醬帶子的做法 它真的在泰國菜裡面 它用很多很多香料來做的 醃了它之後 OK 我又不懂泰文 它又不懂英文 大家教手勢 Already Already can eat like this 已經可以了 這個這樣吃法已經可以了 這個帶子是不是 之前是不是已經先搓一搓 因為我剛才跟老闆談過 他說帶子 真的略略搓一搓 就已經熟了 千萬不要太過熟 不要太老 好像很懂聽 其實就是短骨而已 看手勢就可以了 但是看不出裡面是帶子 這麼漂亮的帶子 蓋住了 我們再加一點 這個是已經炸香了的乾蔥水 哇 應該是很爽的 還有這個是薄荷葉 這個是薄荷葉 很漂亮 這樣就放薄荷葉在那裡 這樣做一個 做一個變成涼拌帶子 是泰式的 待會我們再跟大家示範一個 泰式的辣椒醬 好 喜歡吃辣的朋友有福了 因為這次為大家介紹的 就是泰式的青辣椒醬 用來點雞也好 點海鮮也好 都非常美味的 原來好像身處於泰國一樣 這個辣椒醬 是真的要請泰國大廚 來為大家示範 我們先看看材料 一定要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這隻 泰式的蒜頭 平時我們的蒜頭 整個手指公那麼大粒 這個比手指還小 尾那麼小粒 但是它是特別香 和特別有新辣蒜頭的味道 加上我們經常都說 紫天椒 就是這隻泰式的紫天椒 是非常辣的 而且是綠色就可以了 待會打出來的顏色 都是綠色的 我們就還要有芫荽 芫荽最好是連上頭 因為它的香味就在頭那裡 加上就是有紅糖 水和醋 不過因為紅糖 我們怕它難用 它們通常就將紅糖 水 醋 和這個青檸汁 就已經混合了在這裡 這就是三樣東西的成品 給大家看看 紅糖就在這裡下面 又有青檸 和又有醋 這個青檸和醋的份量 就是一比一 好了 然後水的份量 就是青檸和醋 如果是兩碗的話 水就要兩碗 這裡就是它們已經調好的比例了 當然了 還要加少許鹽 和少許微精 如果你說我不喜歡吃味之素 不要緊 我們就這樣加鹽 都已經非常美味了 不用去治療 全部倒進去 因為我們一會兒要駁電 然後這個紫天椒 又不用去定 全部倒進去就可以了 你吃得辣的 多一點也不怕 然後就是芫荽 要將它們攪拌均勻 然後就可以看到 究竟是應該放多少份量 因為你要有水分 才可以打得它動 這個就是製成品 還要請到House Kitchen的大老闆 來試試我的製成品 一定的 我今天很幸運 看看收不收貨 這個就是我做的 是 很棒 但是我不用試 我一看這個顏色 已經是收貨了 收貨了 謝謝你 多謝 你看看 青青綠綠 味道 聞到很香 相當的香 為甚麼 我真的用這個小的蒜頭 和熔徑煮天椒 煮天椒 還有很有輕檸檬味 真的很香 我可以打包拿回香港 一定 當然 但是你打包也好 一定留一點給我 所以我很幸運 想吃到你的心 別客氣 多謝你 多謝 多謝